在人类发明枪支之前 有过长达数千年的冷兵器时代 当西方士兵还在使用时髦时 我们已经开发了18种武器 刀枪剑技伏伏勾插 我们正是在铁与血的斗争中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整个冷兵器时代也是古中国领先于世界的时代 但由于清朝并没有关注枪械 这导致我们在热武器时代到来时措手不及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可能现代人不再熟悉的武器 唐刀 唐刀是中国古代冷兵器的巅峰之作 自十一以来的历代没有超越十二的作品 然而唐朝结束后唐刀也消失了 在未来的战场上 士兵们将持有各种长枪和重型武器 为什么轻盈优雅有力的唐刀却很难被后人认可呢 首先唐刀本身的工艺就非常精湛 他使用先进的包钢法 刀的核心是百炼钢 外皮是属铁制成的 使用附土烧刃技术后 整把刀的锋利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在战场上战斗时 唐刀可以轻松击穿装甲 并且可以用刀尖直刺刺穿厚厚的装甲 而且唐刀本身不会变形 在唐朝中 唐刀是士兵最信任的武器 从格式上来说 唐刀有四种分别是移刀 斩刀 横刀 磨刀 四种格式中 针刀最短和磨刀是最长的 杖刀可以用于士兵之间的近战 而磨刀则为骑兵专属 也被昵称为斩马刀 日本刀的形成 与唐刀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唐刀后来退出历史舞台 主要是因为成本原因 唐刀锻造工艺复杂 成本高 锻造一把唐刀的消耗 几乎可以制作三把送带的优质简易刀 磨刀是宋朝的主力冷兵器 采用刀片与手柄分离的方式 手柄可以拆下作为短武器使用 也可以通过安装木柄变成长武器 堪称最早的多用途冷兵器 武器 简单的刀价格便宜 方便批量生产 宋代军队规模一度突破百万 既然如此 性价比更高的坡刀当然更受欢迎 现如今冷兵器时代早已结束 人们终于想起获得了唐刀昔日的辉煌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